夏天到來的時候 大家在馬路上 會不會有那個衝動 就是想要去檢查過往的女生們 她們到底有沒有保持好自己 在夏天應該做到的 清潔衛生的習慣 不管是洗頭或者是收 膠質家 膠質家 可是妳會願意去接上 聞一個美女的頭皮 或者是查她的藝毛嗎 我知道 我是說 看到美女們有破綻 是很高興的事情 很開心 今天我們就要做這件事情 歡迎五位女生 你們好 歡迎五位 歡迎 好 那今天他們五位呢 現在在這邊很安詳的坐著 以為我們就是要 客氣的跟他們討論 夏日怡蓉解決這件事情 要脫血嗎 可是實際上呢 我現在就要把現場 交給我們的班長先生 是啊 我是康熙的班長 各位學員注意 起立 還要起立喔 要起立 好顏色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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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立 起立 已經是起立了 我要起立 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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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我的口令蹲下 蹲下 真的蹲下 蹲下 蹲下 你幹什麼 起立蹲下 請坐 起立蹲下 對 起立蹲下 對 起立蹲下 蹲下... 控制一下 真的 不要這樣 伏地挺身 好 你以為是誰啊 你是誰啊 只要檢查... 只要檢查夏日怡蓉而已 檢查夏日怡蓉的 而且愛麗絲小姐才剛剛做嗎 對啊 就是... 你真的很不體貼耶 不好意思 所以檢查夏日怡蓉就... 那個責任不是交給你的 我們要交給別的人 所以我這麼不重要 好 我們要打開門囉 好 我們歡迎重要的三位 誰啦 好 回到專業的三位 來 請進 好 我們這邊呢 現場來的三位教官 陳倫華 你們一定都認識了耶 對 黃振傑醫師你們認識嗎 不認識 黃醫師是皮膚科的專家 是 你好 黃醫生是健身者吧 是 他們家上班長 黃醫師 你是做那種微整型的醫師嗎 對 現在一大部分的業務是在做這個 你在微整型界應該算是 長得還不錯的醫生吧 微整型界的肯尼亞 你認識嗎 你認識 所以今天才碰到 對 今天才碰到 黃醫師 麻煩你到這邊來好不好 來 請 請就位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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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 你覺得教官本人要被你檢驗嗎 所以手臂是可以作假的吧 如果是打玻尿酸的話 可以 其實可以打 努力非常強壯 但是成本很高啦 這樣摸出來是真的還假的嗎 對啊 是假的 怎麼... 多少錢這樣 黃正傑你是注射的嗎 不是 這真的太貴了 那是他的那用力 他那生氣的一個狀態 對啊... 這樣硬起來就是比較像真的 胸部的部分呢 對 撐住 那個好像是你 撐住 你撐住 可以掐起來 真的... 腹肌是假的 絕對是假的 腹肌沒有啊 腹肌是真的 我其實沒有什麼太多腹肌 你頭是假的吧 不會... 有一些請問 謝謝你 不好意思 然後 晚間小姐 你的專長是... 指甲 就是手足之類的 包括膚質還是專門是指甲的 指甲方面的問題 對 所以如果腳跟乾裂 算是你的範圍嗎 是 這也要... 所以呢 三位教官等一下會對你們 做比較近距離的 嚴格的檢查 好 好痛喔 好痛喔 哪有這麼突然呢 謝謝你們 誰看 男生看嗎 還是... 等一下要辛苦各位了 謝謝你們 請坐... 教官請坐 他開始檢查他們的夏日遺容之前呢 就是要先恭喜愛麗絲 就... 剛生完 已經坐完月子了 坐完月子了 日本也有坐月子嗎 日本沒有 所以我在台灣坐月子的 可是妳說她後來看到妳 在餵母乳的時候 她有覺得很感動是不是 應該說她看到我在擠奶的時候 因為第一次女生就是要擠母奶的時候 你要讓那個乳腺痛 那那個很痛很痛 那時候痛到我不想讓她看到 因為我希望我在心目... 她心目中還是性感的你知道同體 所以我就把門都關好 然後我就跟一個護士在房間裡 可是那個痛到 我真的怕叫出來 所以我拿毛巾咬著 這麼痛 很痛 然後咬著我就在那邊 一直掙扎 她剛好進來 她就看到那一幕我就這樣 完了 好... 妳在浴火焚身 妳踩上我了 好... 她一直在看 她嚇到 然後因為她看到我一直在哭 後來她就整個人就跪在床邊 她就說 妳以後什麼都不要做 妳只要開口就好 我來幫妳做 是說擠奶這件事嗎 對 對 然後以後就發現 後來就是搶著... 搶著跟小孩搶著要做這件事 現在已經處理好妳的身體狀況 是可以接受專家們的檢驗了嗎 因為我不知道今天要檢驗 因為妳有穿外套就表示 是因為... 不是 其實穿外套的原因是因為 我現在還在餵母奶 所以我可能沒有辦法穿一些衣服 有一些衣服沒有辦法穿 所以我可能還是會加個小外套 所以妳們應該對我準備好 被教官檢查腋下吧 沒有啊 沒有啊 請說... 請說... 請說夏日... 仪容沒有包括藝毛嗎 當然有啊 夏日藝毛是最基本的 而且身為女人喔 不管是夏天 冬天 藝毛都很重要 真的 所以我們又不是在演色界 把藝毛留著幹嘛 真的 我曾經看過一個女神 就是穿類似像瑤瑤這樣 然後藝毛是像漢典一樣 炸出來的 炸出來 從旁邊這樣炒出來 妳說是明星還是路人 路人 很可怕 而且會有很重的味道 雅蘭剛才的講法是說 她不怕這個檢查嘛 對不對 所以... 我有雷射 所以這是一個好的 是永久的 對啊 怕什麼 因為我以前會拔藝毛 會拔到眼睛都會脫窗 會頭暈 會頭暈 然後就要再冷靜一下 然後再繼續拔 我以為你們是... 你們不是對著鏡子啊 對著鏡子就... 對著鏡子會罰難 對 因為鏡子是反面的啊 所以妳會看不清楚 對 妳會夾... 夾空就一直夾不到你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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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仿佛到去夾鏡子 對... 因為你知道腋下有時候 很多皺摺還有顏色嘛 層次 你再加上一個胡渣 你就在手舉起來 你撩頭髮 你看到畫面多難看 可是請問一下 如果經過雷射之後 那邊的皮膚也會變得比較嫩嗎 起碼乾淨啦 感覺很乾淨 可是我覺得... 所以黃醫生 妳會覺得雷射是OK的嗎 雷射其實剛做完的時候 也是有可能產生色素沉澱 雷射毛也是有可能 可是至少在她做完一個療程 妳沒有再長毛之後 那些色素會慢慢退掉 妳就不用一直反覆的去除啊 其實它就是... 就有一點像 妳把毛除掉了之後 它就變得比較光滑 可是偶爾還是會長幾根 妳還是要勤 對 所以其實是完全沒感覺 但妳們就否定了當初 老天爺知道它的意義嘛 是不是 對 但有很多人可能就是腋下很敏感的 人家碰到腋下就受不了的 那個沒辦法 可以不要再聊規訪的事情 你不要一直... 不會啦 完全太害羞了 她先生到底... 對 她做了哪些事情 不是 因為有些人就很怕癢啊 就是那種人怎麼做鐳射啊 她不會癢 她是有一點痛 那滿痛的 所以那個是要麻醉嗎還是... 要...要麻醉 而且即使毛如果比較粗 比較黑 比較濃的 即使有麻醉 其實第一次做還是滿痛的 對 會痛 如果我們現在要檢查的話 妳是要從另外四位女生當中選一位 還是妳要從三位教官當中選一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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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說什麼 我好想看教官的 我們沒有被檢查 我們被檢查 我們被檢查 好 我都可以啊 給皮膚科醫師檢查好了 好 妳要選黃醫師嗎 妳選摔的 妳要讓黃醫師看妳意象 來 麻煩妳 妳駕到黃醫師旁邊 來 這邊請 可是他有出過毛病 不是 因為黃醫師他是醫生 所以他比較不會那麼嚴苛 黃醫師現在把那個蝴蝶結打開了 太禮物 太禮物 這樣可以啊... 這樣可以啊... 很偷窺的感覺有沒有 OK 好 好 合格喔 謝謝 請問 他有清乾淨 有 他現在幾乎真的是 沒有什麼毛髮 然後膚色呢 沒有什麼毛髮 膚色...因為腋下的膚色 本來就稍微會比旁邊的 再深一點點 黃醫師很鎮定的 從那些嗅管當中 亂進去耶 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而且他很專業 真的很像在看病的樣子 黃醫師 妳剛才沒有害羞嗎 妳從一個女生的嗅管中 偷窺他的腋下耶 這樣比較少 我們大部分都是就直接打開來 叫他抬起來嗎 對...直接打開來 像瑤瑤這樣 直接打開 所以我們覺得男性看女生的腋下 會有什麼特別的反應啊 可是他說就是一個調情的方法 有嗎 腋下 不會吧 我剛剛說敏感的原因 妳是說如果妳老公 稍微碰到這邊 妳會覺得很癢是不是 對啊 或者是偶爾去給人家按摩的時候 人家只要按到這個部分 只要附近我就覺得 天啊 不要再痛 真的嗎 很癢啊 所以妳要不要拿毛巾咬住 就會覺得很癢很癢 好 所以剛才被醫生看 有害羞嗎 還好耶 就像看診一樣啊 所以我覺得還好 所以如果進了任何的婦科診所 或者皮膚診所 診型 只要是醫生叫妳們做任何動作 都會乖乖做 婦科我會找女生 然後如果是皮膚科我就會找男生 所以她說把手臂抬起來 妳就抬起來 對啊 然後臉上表情是要裝重的 還是有一點 專業 專業什麼啦 不要害羞嗎 我還好 會吧 我還滿常看醫生的 所以妳們把手臂抬起來的時候 臉色很漠然 這樣不是很... 可是妳也不能抬起來 然後就... 真的假的 很快耶 對啊 就鎮定喔 鎮定下來看 給醫生看 不然還要害羞 妳就把她當... 妳就把她當搭公車嘛 好